接下来重点叫做欧姆定律 基本上我们国中考试考的教书教的 基本上都假设我们遵守欧姆定律 啥叫做欧姆定律 叫做电压跟电流成正比 电压跟电流成正比 我们讲过了 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 一样的时候圈圈跟叉叉成正比 或成反比 那什么什么一样 电阻为定值 如果我的电阻不会改变 如果我们普通的来说 在一定的温度之下 金属导体的电阻为定值 没有变 这个时候电压跟电流就会成正比 叫做电压跟电流成正比 公式写作V等于IR 像我们的动画所显示的一样 欧姆定律 好了现在这里的电压有4.5伏特 电压跟电流成正比 我的电压变成两倍 他现在电流是9毫安培 我的电压变成两倍 两倍 所以他就变两倍了 18毫安培 所以呢 就会成正比 那这里是要电阻为定值 那如果你电阻不一样 当然就不一样 你现在呢是500欧姆 你的电流是9毫安培 你把它变大 一千就一半 就只在一半 V等于就变一半 4.5毫安培 所以 就是一样的电阻的时候 电压跟电流成正比 像这样 一样电阻 一样电阻的时候 电阻为定值 电压跟电流会成正比 就是我们的公式 写作V等IR 对你来讲 这两个一样 R等I分之V 跟V等IR是一样 但其实它的物理意义不一样 这个叫做定义 就是电阻就是 通过单位电流所需要的电压 所以任何情况之下 你把这个时候的电压 这个时候电流带进去 就会求到这个时候的电阻 可是V等IR的重点是 电压跟电流成什么比 正比 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 电阻要是一个定值 电阻要是一个定值 不会变 我们平常 拨落说是一定的温度之下 电阻为定值 它不会变 电压强调的是它呈正比 所以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意思是不一样的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会遵守欧姆定律 课本举了一个字叫做二极体 照片上面显示二极体 二极体就没有遵守欧姆定律 所以它并不会电压跟电流成正比 像这样 它画出来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的电压如果越大的时候 电阻其实越小 电流就会变得越大 就会变得越大 它没有成正 但是 你还是有办法 可以求得某一个时候的电阻 比如说 这个时候 你量到了电压V1 电流I1 带进去 就会求到 电压V1的时候的电阻 然后换一个 现在它没有成正比 所以电阻不是定值 所以不会是V1的时候 电阻多少 V2就多少 但是 你这时候有V2 电流I2 你带进去 就会得到V2的时候的电阻 所以任何时候 只要把电压带进去 电流带进去 带进那个R等于I分之V 你就会算得出来 那个时候的电阻 那我刚刚讲过了 我们国中考试考的 教书教的 都基本上假设遵守欧姆定律 所以以后 我如果算出来 三伏特的时候 电阻是两欧姆 那么电压变六伏特呢 电阻还是两欧姆 不会变 因为遵守欧姆定律 电阻为定值 所以以后的考试的题目 我们就会通常都假定 我遵守欧姆定律 电阻是定值 然后电压跟电流会成正比 这就是 我们简单的跟各位 说明 介绍一下欧姆定律 V等于IR 在电阻一定的情况之下 电压跟电流会成正比 OK